由6月9日發送中第一天開始的時候 到現在我們是不斷去做一些很相關的事情 無論是外面去遊行去抗爭 還是我們這些後面去做一些追悼 一些所謂的和理飛機人去做一些活動 我們都是不斷去做一些在這個運動上面有意義的事情 包括現在還在抗爭的人 在剛剛之前11月中、11月頭中大理大的事件 甚至是已經過了新的手足 我們都不斷去做這些事情 而我就是負責去做一些追悼會 希望可以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痕跡 等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其實現在我們後代香港人 我們是持過八九年出生 但為何我們會知道這件事 就是因為前日留下它的歷史和痕跡 令到我們知道天安門事件這件事的發生 而當我們身處香港的時候 有這個運動事件發生 而犧牲了那麼多人 被捕了那麼多人的時候 我都覺得要留回歷史上一刻 讓我們知道其實後人都知道 外國的人都知道 我們香港發生什麼事 而我們透過這個追悼會 希望為香港的這個地方 留下一些很少的痕跡 令到接下來還在讀書 還在努力讀書 今天來周子樂為何會帶這張東西 來周子樂追悼會的關係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我想聯絡到 周子樂同學的家人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因為我要做的事都已經做了 但很遺憾沒有辦法 希望今次可以帶這張東西 聯絡到他們 其實我一個不認識周子樂同學的人 我都是在做這件事 都希望可以帶到周子樂的訊息 在我這個追悼會上 其實之前我已經做過一次 大家可以看第三位起生者 盧欣小姐 其實我收到盧同學在她過世那晚 我通宵1點鐘 終於聯絡到香港教育大學那邊的學生 會在7月1號 就進去做第一次的一千元悼念行動 今次也是第三次的一千元悼念行動 不過今次的規模相對上 就比之前那兩次更加龐大 以及更加準備充足 科大那邊學生很多 都跟家人商討過 之後都不會 即使在空間的家人 都不會再搞任何追悼會 或者悼念會 其實你們是否會繼續搞 還是會遵循其他家人意願呢 如果待會我聯絡 有機會可以接觸到有關的人 如果他們說真的不想 將這件事再繼續去做下去 即假設是 專門為周祖的同學去做這個追悼會 如果真是很影響到他們 我當然會尊重他們的議員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在陳彥霖同學 他十五歲 他被失蹤之後發現了 他把我倒塌在一個海上面 在油桶的海上面 但是有關的人士 盡力去找到陳彥霖的家人 他們都說不想搞大件事 即是說不想公開去做一些悼念行動 去悼念陳彥霖同學 其實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香港十八區的聯絡場上面 都可以看到有陳彥霖同學 關於陳彥霖的文宣海報 以及之前也有一些追悼會 是給陳彥霖同學的 其實我們希望做得多少 做得多少 做得分力 其實這個追悼會 其實我已經搞了 六月九到現在 其實我已經搞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一直做下去其實是很吃力 因為活動是個人自發 但是我又不斷地見到這些事 但是我又找不到相關的人 即是假設是家人 或者他們犧牲自己的朋友 我拿到的資訊很有限 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搞的集會 即追悼會 他們家人本身是願不願意 但是我之前的追悼會 其實我一直都看到有很多人參與 事後一些反對的聲音 並不是因為他們這些犧牲者家人的聲音 而是上上集會搞得不好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我最少會做這次追悼會 即使家人都說想低調都會搞多一次 希望這次會是最後一次 我之後都希望不想再搞更多的追悼會 一來尊重他們議員 二來都不想有更多的人去犧牲 芯雅雅雄 國藍索地 你是下來的 最近最近社會官員 也вид宗